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由台大科教中堅辦的科學史沙羅 我們特別感謝科教中堅的主任余蓉燦 余教授特別從台北來跟大家打招 謝謝他在經會上給我們資源 這是今年辦的第五年 每年有四場每次有兩位獎者 今天很特殊 剛好運氣有關 兩個都是講跟保育有關的 第一個講者是廖映志 他是在海大的海參所拿了碩士做竹口木的 就是蝦菇那一類的螳螂蝦的分類 然後後來博士到台大的海參所跟邵廣商跟戴昌王做鋸口魚的 鋸口魚就叫做很大 我不曉得鋸口魚會那麼大 很把人的那個停下去了 就要分類了 然後後來在基隆的海科館同事研究工作 然後兩年前 三年前很不幸被郭瀝燕的張志偉主任把它拐過來 然後才發現噩夢初醒 趕快又跑回去了 所以現在在台北市立大學教授 台北市立大學就是我媽當年的台北女師的學校 後來變成市立大學 所以她今天來談這個宗教放生所引起的種種問題 我想宗教放生大家都知道 其實假如念生文也知道 宗教放生是放死的放生 那台灣另外除了宗教放生還有一個外來種引進 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我自己在美國念博士學了說 如果兵營決斷通能保育的時候 我們也注意到這個外來種 其實我那個魚這麼小 大肚魚 它是原生在一個泳泉 可是後來因為大家都不曉得怎麼跑 所以通能大肚魚蓋進去 那就完蛋了 因為它只是冷水腫 它一進到比較溫暖就被這個外來種給侵占掉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它今天在談到這些年來 所以你這個放生有在台灣造點 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個批他鼠是個問題 還有那個魚腐也是一個大戰的製約團 所以等一下明天大家都會提到 這是第一位講者 那我們這個講 每個人講40分鐘 那終於有問題請你先記下來 我們等一下等問題 這樣子終於還會斷掉 40分鐘的時候 就跟這個杜明章教授 來跟各位講有關蛇的事情 那蛇 在美國跟在台灣一樣 大家對蛇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你看到蛇就在卡著 那 舊時候看到就要把他打死 台灣從小就告訴你 可是等一下杜老師有帶幾道蛇來 那大家都要摸一摸 那摸了分倒就不用回家了 剛剛已經有小朋友摸過了 我還照相很高興 這個你們可以修 那杜老師 就是碩士這邊 他大學部之前開到四大生物系 然後碩士是在這裡的中山大學 做有關藍魚海蛇的研究 那海蛇是很毒的 海蛇是很毒特的動物 跟鹿手不太一樣 然後他到後來博盛去美國 我這個歐克拉馬大學讀的 跟他的老闆還蠻熟 因為我本來算是系友之一 我當醫學級歐克拉馬大學 動物系屬級學生 在湖邊做研究 所以跟他算是 我比較老他比較年輕 然後他 這兩位今天就來跟各位講一下 他們各自的專長 那絕對不會有什麼 你聽不懂科學名字 他們都是 會長會長 他們終於把它科普化到各位身上去 因為等一下特別請小朋友問問你 但是你不能把他捨帶回家 我們首先請廖老師來跟大家介紹他的東西 好 謝謝 謝謝楊老師的介紹 那這邊現場有看到楊老師 有莫拉老師 還有杜拉老師 還有以前的我們的同事朋友們 還有以前的好朋友 那現場的各位的朋友大家 午安安大家好 今天呢 又要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宗教放生 對生態的影響 其實我想著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 其實我在這邊的社略的時間 其實沒有那麼久 但是呢 我也關注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 的確還蠻適合大家來 來注意一下 那目前我在台北市大學 就是工作 那剛剛 我剛剛也老師已經介紹過了 好 那我這邊我就簡單的跳過去就好了 那在過去的經驗 研究的這個經歷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雖然說 數字班的時候是研究這個假的動物 螳螂蝦 那博班剛開始的時候呢 又研究了珊瑚 然後研究深海魚類 那甚至到淺海魚類等等等等 又發現到其實 身為一個海洋研究的工作者 你發現台灣的生態環境是非常豐富的 可是呢我們也發現到 台灣面臨滿多的環境問題 而且情況是愈來愈嚴重的 好 那我們開始不斷去關注之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投入 然後呢讓大家能夠一起來關心 這個海洋的問題 好 那我想 嗯 故事先從這張開始齁 幾天前呢 我的FB就很聰明的就跳出來了 我2017年的時候 曾經到日本的這個琵琶湖 好 那去琵琶湖 當然在工作之餘是 你去休假啦 難得休假跟太太過去 然後清晨5點半 一大早起床喔 然後我們就想在湖畔 能夠浪漫的去散個步 然後呢 其實散個步沒有多久之後呢 我的眼睛 我的視線 就直接對到了旁邊的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是什麼呢 欸 他說啊 這是外來種釣魚的 就是希望 一起來移除外來種釣魚的一個公告 雖然我看的不是很懂 但是我想應該是這樣子的 而且旁邊還有排行榜 好 第一名 釣多少隻等等等等 我的眼睛就亮了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箱子 寫著 外來種的回收的箱 然後我就想 嗯 我的職業病就犯了 我的飲又上來了 我就忍不住的就 就放著太太在旁邊 我就開始去翻垃圾桶 然後就被找來找去 然後撈出一堆的魚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太太不見了 她應該覺得說很尷尬 那她老公就是在外面 就是突然之間 本來是要浪漫的一個 一個散步 就變成一個 好像是死慌的流浪汗一樣 好 那這件事情就引起我的注意喔 那我就把它翻出來 你看到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很多的魚 哇 這個 有沒有認得它這麼魚 沒有 好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說的 大口黑鱸魚 其實淡水的鱸魚啊 好 旁邊還有另外一種的 也是太陽照 也是小明的鱸魚 為什麼在這個 琵琶湖裡面會有這些呢 這個樣的活動 然後呢 試著就把這魚釣起來 而且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後還頒獎給它 為什麼 好 原來啊 以前這個琵琶湖啊 其實在日本是一個最大的單純 那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 魚人生的魚類 大概三四十種 好的 過去他們其實有他們的 特別的 托王喔 他們去撈捕當地的一些魚 好 然後去利用它 甚至呢 他們把它做成沃壽司 好 所以他們去利用的 後來呢 他們也不曉得在多久之前呢 開始引進了一些 外來的一些魚類 像這個大口鱸魚 好 因為這個鱸魚啊 其實可以長得蠻大的 然後呢 它的肉質還不錯 好 所以就變成 就開始去放流 那放流了之後呢 其實就慢慢就發現到 琵琶湖裡面的原生的魚 好像變少了 原來他們放錯了 它放成一個大食客 他們會把一些原生的魚類把它吃掉 對 改變了這個琵琶湖裡面的原生的生態 好 其實這個事情呢 呃 在很多地方都會發現 呃 我們可能為了某些目的 我們就把一些的生物把它從別的地方 引進到 呃 呃 當地的一個 當地 然後呢 其實可能的目的 大概就是 就要吃它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亞洲的這個四大家魚 都是裡科的魚類 有青魚草魚 還有這個鱷魚啊 烏油等等 那從大陸引進到台灣 還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有 那 在桃園 這個千堂之鄉 已經養很多 好當然引進的目的 所以當然就是希望能夠去利用它 養來吃嘛 那剛剛亞老師有提到啊 在台灣還有很多的 引進的畫那種 有琵琶鼠 有福壽螺 好那這個福壽螺呢 其實當初引進來就是想要吃它 就發現到其實真的很不好吃 好那我去了大陸之後發現 其實在大陸他們還是會去吃它的 所以 還是會有人利用 就是說台灣人 不太喜歡 所以慢慢就棄養 好 那也慢慢造成一些問題 各位你們知道嗎 每年因為福壽螺 我們要花多少錢 造成基因損失又多少 其實有做過統計喔 超過一億耶 所以其實這個 造成的基因損失是很大的 好 那大陸放生的這個物種裡面 大家可能還是熟悉 不要聽過的就是牛蛙了 那牛蛙從引進之後呢 其實它對於 如果不小心跑到外面去之後呢 因為它非常的貪吃 所以它會吃掉很多原生的蛙類 再來就是 它除了吃掉原生的蛙類 它身上可能帶著一些不菌 這些病原菌 它可能就會在原生的環境 在輕溫之間又會傳染 好 所以這個也會造成一些問題 好 大肚魚 它另外一名叫石蚊魚 就是它用來防治這個病美紋 所以在過去呢 會大量的引進 就是希望能夠控制這些病美紋的幼蟲 結果後來 研究人員發現 其實這個大肚魚也沒有比較厲害 因為很多的原生的魚類 像我們的青江魚 我們的乾乾豆魚等等的 它們其實吃這個幼蟲的幼蟲的能力 其實不會比較差 好 所以其實引進了這個魚之後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它會吃很多原生的小魚 所以也會造成生態上面的一個問題 好 所以無論引進這些生物的動機是什麼 就是很多樣 那所以在台灣呢 大概一二十年前 其實在寵物市場其實非常的熱門 只要很特別的稀有的物種都會被引進來 所以水族寵物市場就非常的熱門 所以你看引進了這個 那個 蘑菇熬蝦 這蘑菇熬蝦 你竟然小小的看起來還是蠻可愛的 可是長大之後呢 其實都不可愛了 因為它很兇 它可能把水族箱裡面的青蛙魚把它幹掉 好 所以被它讓人家覺得很討厭 怎麼辦 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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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到外面的池塘等等的 好 或者把它吃掉 可是它肉都不好吃 好 所以在野外就開始看到 有一些被欺養的這些的熬蝦 或者其他的這個水族的生物 當然小時候都會不會 好 這些的外來的生物 其實呢 他們到了新的環境 其實沒有天敵 然後呢 它們可能在實際上面 或它比較兇一點 然後它可能就造成了 對於原生的一些魚類或生物 可以造成的一些影響 好 這些例子可能我們過去都聽過 好 可是呢 在最近近期呢 我們又看到了 原來還有另外一種的 另外的問題就是 其實 我小的現場的 跟我一樣 我很喜歡釣魚 那釣魚的時候呢 就是要勃快感 要釣到大魚 好 有時候我們會千里條條 跑到我們地方去釣魚 可是呢 你知道 有些釣魚的同好們 他們會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想要有自己的菜園 我希望把這個菜園布好 我隨時想釣魚的時候 我來這邊釣魚 就有魚可以釣 所以我把一些的魚類 把它放在這個水域 放在這個池塘 好 那放的呢 常常都是這種比較大型的魚類 好 這叫河四吉爬 這是台灣非常大型的淡水魚 好 那過去只有在高平溪 北南溪 滑東南邊 有看到 那後來有些釣客 他們就覺得 這魚可以長到50公分 拉起來很過癮 所以就把它引進到了這個 新竹的頭銜溪 然後呢 現在頭銜溪 就有非常多的這個河四吉爬 所以造成了蠻嚴重的問題 甚至到宜蘭的這個 南澳溪 也都是有這樣子的魚 那因為它體型淡 它又是略食性的 所以它會吃掉很多原生的魚類 所以造成了問題 好 那這同樣的淡水 淡水的環境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可以提問給大家 魚虎在日月潭 造成很大的議題 事實上 一二十年前其實在藍潭 這家的藍潭也都有啊 只是說因為現在到日月潭 遊客也多了 再來當地的這個漁會 他們非常重視個問題 所以它也變成了一個 大家所關注的一個議題 好 那這張的照片就非常的聳動 原來在引進的這個魚虎 它其實體上去超過一公尺 各位你可能無法想像 這個一公尺的這個略食的魚類 它如果飛鋪上來 略食這個水鳥的幼鳥 它是多麼的令人驚悚啊 好 所以它對於水上的魚類 還有這些的水鳥 就會造成了問題 好 那回過頭想要知道一下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想要把這些生物引進來 除了我剛剛說的 會要吃它 要觀賞 或者要做生物的防治等等 它釣魚等等 那有沒有其他的目的 刻意的把它引進到一個環境頭 或者是 它有可能是不小心的 好 比如說 像我們的船運 過去會有一些牙倉水 它從甲地 它裝了這邊當地的水之後 到它的椅地 可能因為它調整重力的關係 它把水排出來 好 順著這個牙倉水就帶出來了 這牙倉水 還有層底部的這些複毒的生物 也會變成人們在底 不小心的情況之下 把這些生物帶到另外一個新的環境 好 那帶來的生物其實很多人不會活的 因為到了新的環境 如果不適合它 大部分可能都死掉了 可是它有百分之一 左右的它會存活 它甚至能夠繁殖 然後對環境造成影響了 對經濟也會造成一些傷害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已經會上網去看的話 你也知道 百大入侵的生物 非常多樣 那其實各位如果留意的話 這在我們生物裡面 我們常常看得到 我們無論是到了水塘旁邊 我們到公園綠殿 你都很容易看得到這些 外來入侵的生物 好 那這些 如果我們把它說到水域的地方 你會發現到其實過去有非常多的例子 也不小心的 可能跟著壓傷水等等的 就帶到了其他地方 它可能帶來病原 它可能改變了當地的生態的影響 好 那所以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 除了跟當地的物種 會產生一些競爭之外 把一些物種吃掉 它能帶來一些病原 那它在跟當地物種競爭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造成這個當地生態的改變 好 所以也會讓這邊的生物動態性就降低了 那再加上 如果原本環境裡頭 還有一些其他的污染問題 棲地破壞問題 那這樣這麼多的問題 交替的影響之下 對這些水生生活來說 就是一個災難 好 那我想今天我會比較focus 在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海域的外來的 外來的對於魚類 那在過去其實海水魚 要變成外來入侵種 其實例子不多 好 那我們先舉個例子好了 早期的1960年代的時候 在夏威夷 夏威夷是 它其實離大陸非常遠的地方 它有很多的特有種 當地的官員 他們想要增進這邊的漁業資源 所以他就想引進那些 在太平洋的世界迪雕 因為迪雕是好吃的魚 而且看起來長得很快 好到數量往往很多 一大取 所以覺得這樣子不錯 把引進到夏威夷之後 很快的就取代了當地的優勢物種 它變質在當地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會照著我們影響呢 它可能跟當地的物種競爭 競爭他們的空間 競爭食物等等 好 那也改變了這邊的魚類的組成 而這樣的改變就是回不去了 就整個改變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 海水魚的入侵種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呢 大概在1980-1990左右的時候 所出現的 好 獅子魚 我想大家都知道 身上背鰭 它的鰭頭非常漂亮 也有毒刺 好 大家都知道這是有毒的魚 而且它主要分佈在太平 好 那過去呢 在大西洋是沒有的 好 後來他們發現到 在大西洋的佛羅里達這邊 他們後來發現到 欸 這邊怎麼會有獅子魚出現呢 這是明明的大西洋 怎麼有太平洋的獅子魚 後來他們就看看 到了1998年之後 發現到佛羅里達這邊旁邊 有越來越多的地方出現了獅子魚了 他們就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 然後呢 當他們還在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 想知道它從哪邊跑出來 是從水珠罐跑出來呢 還是說有人會放流 結果在短短十年之間 他們就開始擴散 好 那這邊有個連結 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從1985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到了一個點 到後面到2020年的時候 擴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目前在美國的東岸這邊 其實都有它的主機 而這種魚 因為它是屬於熱帶性的魚 所以大部分都在這個 墨西哥灣 這個加勒比海之間 所以它造成了 整個海底生態的很大很大的影響 好 那最近 近年度又發現到 它已經往南 到了南美洲了 好 所以可以看到 大陸的南美洲這邊 好 所以這個族群 它其實擴散速度非常非常快 而且這應該是 目前擴散最快的 這個入侵的海水 魚類了 好 那當然 這樣會不會再往南 等於水會更低 那可能就沒辦法繼續往南了 好 那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有觀察過獅子魚 或者潛水的時候 觀察它的時候 狮子魚它是變上很多的漆條 其實它追著魚群 追著小魚 小魚群它就會趕趕趕趕趕趕 趕到角落的時候 它會有點把它圍起來 然後再用它大嘴巴去用吸的 快速一吸一隻一隻的把它吸掉 你知道一隻狮子魚 它可以吃掉非常非常多的小魚 好 吃完小魚之外 它可以吃別的種類 所以它對於這個商務省地區 這個魚的造成很大的影響 好 吃掉這麼多小魚 可是你知道嗎 這些小魚原本是當地的狄雕 當地的石斑魚很重要的食物的來源 所以有了這個獅子魚 就會造成其他的魚食物不夠 再來 像狄雕、石斑魚它們是經濟性的種類 它們長大之後可以賣錢 可是呢 它把它食物吃掉了 甚至把獅子魚 你狄的小魚也吃掉了 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經濟的損失 但是石斑魚它背上有毒刺 所以其實它也會造成人的傷害 好 所以怎麼辦 它把魚吃 把這個生態改變了 吃掉太多的魚了 造成生態的影響 甚至對人有危險 而且在海裡面滿滿的都是 怎麼辦 要不要去移除呢 好 那所以國外呢 它們就開始去鼓勵 移除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 它們就希望很多的潛水人員 能夠去潛水 看到它就把它打上來 用魚擦把它打上來 結果發現到 欸 這樣子打好像很有限 因為一支氣瓶下去的時間 恐怕也很短 那所以大家就開始想辦法 就把它打上來 堵上來 用掉的 太慢的 用潛水去把它擦上來 打上來 會比較快一點 可是呢 好 我想這個 上來 好 我就用畫面來說 其實我們發現到 它們一下去的時候 這一間的空間裡面 可能就有數十隻的獅子魚了 所以想辦法把它打上來 而這幾個人 他們用兩天的時間 就打完這個 接近六百隻的獅子 你就可以想見 在海裡面 這獅子魚是魚滿為壞 好 所以 公眾移除的可能不夠 所以他們鼓勵大家去吃它 去吃它 然後 邀請人主廚去如何去料理它 即使這樣子 恐怕還是不夠 那他們 就思考了 就說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獅子魚到了 加利比海之後 沒有天底 那當地的十八魚跟鯊魚 不認得這獅子魚 不會想去吃它 所以有沒有可能就訓練 這些的鯊魚 訓練這十八魚 吃獅子魚 用這樣方式來控制它呢 好像有一點點效果 好 那 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也希望透過很多很多的 潛水能源的回報 就能夠掌握它的這個 它的數量 然後呢 再繼續去思考 怎麼樣子 可以快速的去移除它 好 那我這邊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在國外 有遺標 有獅子魚 都入侵的這樣子 一個例子 在台灣呢 我在2005年的時候 我在核電廠在那邊採漾 都在那邊 就是核電廠 它會冷卻水 會吸進來很多的海水 然後會攔截下來一些垃圾跟魚 我就蹲在那邊 挑選這些 那裡面有一噸的垃圾 然後呢 我蹲在那地方再挑挑挑挑挑 把20小時內被攔截下來的魚 挑回去做分類 做一些分析 然後呢 蹲在那邊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阿公就牽著孫子從旁邊走過去 然後呢 那個阿公就 看著我 蹲在垃圾堆裡面 就撿這個魚標本 用一種不屑的眼神 跟他的孫子講 你小生 你如果 未來不好我念書 你會像他一樣 在那邊撿垃圾 好 那通過這方式呢 我們去了解當地的這個生物種類 結果 我就發現了 欸 撿到一個標本 他是誰 不太清楚 書也翻不太到 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終於原來它不是台灣的魚 它是美國來的 就紅骨魚 好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開始去上網 去看一看就發現到 其實在台灣也有些釣客可以釣到 好 原來它是從美國過來的 就在福樂園那邊是它很重要的經濟地 好 好 那在台灣引進之後呢 就開始養殖 去推廣 好 結果台灣那時候就大量的在推廣養殖 這個紅骨魚 那所以很有可能 它就是從魚溫跑出去 或者是有的人 可以把它放出去的 好 那我就想知道說 那到底在台灣分布的情況是如何呢 然後它會不會成功 會吃什麼食物 然後對生態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我就很想知道這些問題 然後我想知道 它到底是 是不想跑出來的 是真的有的人會去放流的 好 那所以我就開始去想要去做個研究 所以我必須要去收集很多它的資料 所以我想收集樣本 然後去看看網路上面有哪些人 要到它在哪個地點 時間地點把它記錄下來 再來有可能要到樣本 或買到樣本 我就可以做分析 知道它肚子裡面的食物有什麼 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開始產卵 知道它應該活幾歲 另外我們用一些化學的方式 就是穩定同位數據分析方式 會去知道它的食物來源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人家養的 吃飼料長大的 還是它在海裡面去吃其他小魚小家長大的 這就是我想用的方式 好 那從網路上面搜尋的時候 我就看到好多很會釣魚的釣櫃 通過這些釣友們提供的資料 讓我去建構了 原來在台灣 在馬祖沿海 還有台灣西海岸 都可以看得到這些鴻骨魚 而且連續十年 在不同的地點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有大有小 然後我們在調查過程裡面 有些釣客方很熱情的 幫我特別再去釣魚 或者是把樣本特別寄給我 後來我們發現到 這就是全世界第三個成功入企的一個例子 好 好 那這個例子呢 其實我們在釣調過程裡面 其實也聽到了 漁民朋友說 每次有這鴻骨魚出現 大量出現的時候 當地的漁夫就抓不到這道魚了 因為它非常的兇 跟它習性有關 它就像狼一樣 然後衝進魚群 把魚撞過了之後 再回過頭來把它吃掉 好 所以這種大型的掠石魚 它到底怎麼來的 所以我想說 它是會有可能 從美國 然後 有有有有 穿過這個巴拉馬運河 然後到了這個太平洋之後呢 在永度太平洋 過來台灣嗎 好 看起來不太可能 那它有沒有可能 跟著那個鴨沙水 鱿魚跟著鴨沙水 然後呢 坐了四十幾天之後 來到台灣 結果跑出來 有沒有可能呢 好 我覺得看起來也不太有 不太有機會 那它有沒有可能 是從魚溫跑出來的 可是你知道 魚溫大概是西南海域 可是你會發現 在台灣的北部西部 東北部還有 法族這邊 沒有魚溫的地方也都有 所以看起來也不像是 從魚溫跑出來的 所以我的 我把它歸 歸納那種可能是 人為可以就放流的 而魚鎮單位也不可能 就放流這些外來的物種 當然還是有機會 好 因為不小心 可能就是混著這個魚苗 如果裡面混著鴻骨魚 有可能就合法的放流了 但是 在我後面的這個功課裡面 做了功課 我發現到 其實台灣的宗教團體放生 非常非常普遍 每年有非常多的產值 好 那很多人去幫忙 放生等等等等 那它也在這個 鴻骨魚也是在放生 這個名錄裡面 然後我上了網 你可以看到一些網誌 他們也發現到 他們會把這個外來的鴻骨魚 把它帶到外海去放生 好 那其實這樣子 例子非常非常多 那其實從釣友的 的訪談裡面 你會知道 很多釣友都知道 只要有 阿彌陀佛的團體 宗教團體放生之後 隔天就會大咬 就有很多很多的魚 大家互捧一半 就把這些魚釣一釣 好 所以放生到底放到哪裡去 好 那再來 我很想知道 到底鴻骨魚會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從藥籃的一些樣本 去看看肚子裡面的東西 就發現到 有螃蟹 有蝦子 有魚 可是常常在肚子裡面都空的 消耗完了 所以不太容易知道 它還有一個吃其他東西 然後你發現到 大型的鴻骨魚 它在台灣會自然繁殖 所謂多大 大概接近一公尺 八十幾公分 到一公尺多這麼大魚 它已經可以在台灣的環境自然繁殖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吃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在胃裡面常常都是這些 食物的碎屑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我們用分子鑑定的方式 把它鑑定出來 原來它是一些的 豆仔魚 或者是虱目魚等等的 我發現到 這個鴻骨魚什麼都吃 石頭 瓶蓋 這個是一個瓶蓋 石頭也吃 瓶蓋也吃 垃圾也吃 還有吃 酸菜 因為釣魚的朋友 他們可能吃完便當之後 直接為了海拋了 所以什麼都吃 好 那對於環境 可能就是造成很大的入場 因為它什麼都吃 又是掠食性的 所以從小到大 它都可以 都可以變成它食物 再來我們發現到 四月份 還有十到十月份的時候 三分之幾 大型的鴻骨魚 只要超過八十公分的 全部都是可以爆滿 或者說生子蟹是成熟的 好 所以它會在野外 會自然產卵的 好 可是我們在野外 一直都沒有找到小魚 還有魚卵 所以到底是沒有 還是我們沒有機會找到呢 好 去年發現到 當中學者在廣東那邊的河口 其實已經有人 找到小魚了 所以它能夠在野外 生存 繁殖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會用這個穩定同位素 來去看看它的食物的來源 這在過去的 用在很多生態系上面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你吃什麼東西 這個食物的訊號 到了你的身上之後呢 它會有一些固定的訊號的改變 好 所以你吃什麼東西 你得到的訊號改變不一樣 你吃麵包的 跟吃玉米的 其實你的身上得到的訊號 會不一樣 所以會讓我們知道 它的食物的來源是什麼 好 另外 它也可以透過這個吃與被吃的關係 它可以知道你在生態系裡面 你是在哪個位置 好 來簡單的來看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我的這個問題的解析 好 我想利用這個方式來看看 你看我抓到的魚 我有沒有要去分 它是養殖的 還是說它是野外吃野外的生物的 好 那所以過去就有些的例子 我會從這個鮭魚或者是紅燈 你會發現到 野外的魚跟這個養殖場的魚 其實它吃的是不同 所以它身體裡面所累積的訊號 會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用來設計這個紅燈的實驗 所以在台灣我們去收集了這些養殖場的魚 簡單的把這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飼料 飼料有兩個魚的訊號在這邊 所以它會有一個訊號增加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好 那有一個一定的比例 好 那另外一個養殖場呢 這是 它的 飼料 它的 飼料的魚就訊號在這邊 好 由這個圖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的確用這個方式我會當作一個背景 我會知道 吃什麼飼料的魚 它就會得到什麼訊號 再來 這個是養殖的環境裡面的 再來 我在生態系裡面 我就去找 在它裡面的這些其他的 常見的 蝦子 魚類 在這個地方 它的訊號它呈現在這邊 好 那再來我就去 去比較一下 這裡外我所收到的小的 所收到的魚 有小的紅骨魚 有大的紅骨魚 結果發現小的紅骨魚 基本上它的 它的訊號告訴我們 就是它的食物來自於飼料 沒有問題 所有的小紅骨魚 大概三四十公分的 全部都是吃飼料長大的 所以它的來源來自哪裡 魚溫沒有問題 可是 大型的紅骨魚 我發現到它的訊號告訴我們 它的食物來自於食物鏈 好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小魚跟大魚 它是不一樣的 食物來自於是不一樣的 而這個大型的紅骨魚 我再去看看 它吃的這些食物的組成 你發現到 其實它的食物金字塔 它是比較高的位階 所以它已經沒有其他的競爭者了 其他競爭者就是 鯊魚 鯊魚 還有海豚 所以目前為止 它是海豚的巨蚝 其他的都是它的食物的來源 對於它的其他相近的一些物種 有造成很大的一個 身體上的競爭跟壓力 好 所以我知道的就是 它在台灣 其實它的來源可能是淪為放流 好 而且它在食物鏈裡面是高階的 對生態造成很大的影響 可是還有很多 我們不曉得 我們在做研究的過程裡面 這樣資料的累積是非常緩慢的 花了快十年的時間 其實得到的資料是很有限的 我們甚至不曉得沒有採集到小魚 跟魚卵 好 那我們還甚至不曉得說 這個大型的魚 這麼大的魚 它雖然是吃在食物鏈裡面的東西 可是 它小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從裡面跑出來的 好 所以有太多問題想要去解決 而且很重要 它對環境有什麼影響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把它移除掉 把它抓掉 讓它不要在那邊危害 好 那另外一個故事就是 我這件事情還沒有做完之後 我發現到 在基隆的潮淨保護區裡面 因為我工作關係 我去潛水 就發現到 發射保護區之後裡面有這些龍虎斑 就是龍虎斑呢 看起來很大很漂亮 而且它吸引很多潛水人員的注意 就覺得好像生態變得比較好 然後我去查一下資料 然後發現到 這個龍虎斑 它不是天然的物種 它是兩種石斑 雜交而成的 它是合成獸 怎麼叫合成獸 在天然的環境它不會出現 所以這是用人工刻意去把它砸嬌的 而砸嬌這龍虎斑 它體型可以非常的大 我們每年不斷去看它 就發現它已經可以到了 五六十公分那麼大 好那 這個石斑魚非常兇 它吃掉很多原生的魚類 就很擔心它對於環境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試著去了解去研究 就發現到 一研究下去發現到 它裡面好多的龍虎斑 因為為什麼它會有這麼多龍虎斑 明明它是人工去砸嬌的 那為什麼海底面會有這麼多 原來這旁邊的河濱島的預感 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放生團體去把這些魚收購之後 就載出去外面去販賣了 這是商業的行為 你可以看到旁邊這一箱一箱的龍虎斑 就是釣客 直到放生團體一放了之後 就把它撈回來或釣上來的 右邊這張圖就是放生的床 就是把這些信眾們所收集的這些魚 就直接海泡下去 海泡下去的裡面就有鴻骨魚 就有鴻骨斑等等的外來種 所以在海隔館的期間 我們就想試著去移除它 甚至到後來的國家海洋研究院的時候 我們跟同事們 我們就想試著延續這樣的研究 看看能不能去移除這區做它的研究去了解 那我們就是徵求很多的釣客 提供這些樣本 也跟著同學們一起潛水下去 跟志工去保護區裡面去採集外來的龍虎斑 所以我們後來透過了進行的研究發現到 龍虎斑的情況看起來有比鴻骨魚的情況更嚴重 各位可以看到從台灣離島 全部都是龍虎斑的中基人 然後這邊打信號是 這邊有很多的釣客 他們有持續釣到會提供樣本的 所以這邊是有樣本的 而這些都是有照片的 鴻骨也有 墾丁 台東都有 但是這邊有一個地方特別特別 要跟大家說明的 台灣湯 台灣湯離岸非常非常遙遠 開船開快點 都要兩個小時的地方也有出現到 這是中年院的鄭老師所拍到的 可是它怎麼來 石斑魚它其實除了幼魚 會飄送一段距離之外 大魚是不會游太遠的 所以這麼遠的地方 它是自己飄過去游過去 還是有人放車 還是在那邊已經有足球 我們很擔心這些石斑魚它會在野外接近足球 回過頭 既然它對身材可能有影響 所以我們想知道它吃什麼東西 結果我們下去打的 用釣的 看到肚子裡面長都是空的 然後因為它受到吃雞之後 它的翻味 吃東西都吐出來 那我們在用潛水去採集的時候 有收到了一些樣本 剛好有釋魄魚還有烏尾東 可是有時候看到肚子裡面 都是一些魚的濕體 綿綿細細的 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好我們就分子堅定 堅定出來之後 都是釋魄魚 甚至打起來一隻魚上面 竟然是香煎釋魄魚 為什麼會有香煎釋魄魚 因為被煎過 這是煎過的喔 為什麼會有 我們不太清楚 所以很有可能 這邊還是有一些持續的 一些餵食的情況 好 那我們想要問一個問題 它在野外被自然繁殖 目前 因為它是雜交種 養著我們雜交 可能不會在野外自然繁殖 這是我們在生物學學習的時候 看到的 但是呢 我去參觀這個 法治技術的沙拉大學的時候 他們已經會在人工的環境之下 自然繁殖 而且這是雜交的物種 他們會在人工的環境之下 自然繁殖 好 這就讓我非常非常擔心 另外 我從這個牽者教練的影片 也發現到 他們已經開始有點要追尾 交配的這樣的行為了 再來 我們踩到了一隻比較大的個體 四公斤的個體 卵巢開始發育了 也就是說 他們可能會在野外自然繁殖 這就非常可怕 而且在野外已經開始有小魚掉到了 好 那它到底對生產會造成什麼影響 右邊是雜交種龍骨斑 而左邊是原生種的大面石斑 相較之下 你就知道誰是贏家 誰是塑膠 好 那我就來做個文化研究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號的是龍骨斑 然後這邊是保護區裡面抓到的 這個是飼料 好 這邊是在潮進基隆地區的食物鏈的訊號 我們發現到很多的 包含保護區裡面的龍骨斑 還有一些小村的龍骨斑 基本上他們應該都是吃飼料來源的 它不太會去利用到保護區裡面的物種 但是呢 的確有些物種 有些個體 已經會利用到保護區裡面的 其他的生物 當作食物來源的 好 所以它其實呢 雖然我們知道說 很多的龍骨斑 是很放生的 那它也會 捕食當地的物種 但是我們發現它認為的 這個位置還是很可憐 好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 這個龍骨斑 它未來可能對生態 會有造成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還需要很多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研究 甚至好好去追蹤 它到底對這個 在地的魚 在地的物種 會有造成什麼影響 好 所以非常短的時間 用這樣的時間 來跟大家稍微說明 分享一下介紹的 先就是 各位已經看到 像這種龍骨魚 龍骨斑這種大型的 掠食性的魚類 它可能是雜交的 它可能是外癌的 那其實 他們因為 實性的關係 它可能對生態 長這些影響 可是我們還有很多 很多的 背景的資料 都還是不太夠 所以還是需要 好好的去了解 但是我們等到的就是 人為放流 而且是宗教放流 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那如果我們沒有 好好去控制 這樣的來源的話 源源不絕的 繼續的放生 它在野外成功建立 這些族群的機會 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好 那 未來還有很多 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當然我們要持續去監測 甚至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 這樣的議題 引起相關單位的注意 那 雖然水產的 水產品 他們的放流 現在已經修訂之後 有更緊緊的規範 但是我們很擔心 宗教團體 他們就化不為暗 就是私底下 繼續的放 如果沒有去執法 去執行 還會有很多很多 外來的這種 魚類物種 就是進到的 遲耐性 會造成一些影響 好 我用這樣很短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的外來的 入侵的魚類 對環境的影響 就是如何 而且我們看到了 宗教的仿射 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試著去 去 改變去影響到 這些可能會去放生的團體 希望他們能夠 重新去思考一下 改變他們的行為 如果對這些 外來物性的生物 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從這些相關的 這些資訊裡面 可以得到訊息 好 以上謝謝大家 接下來 我們請杜明章 杜教授 跟大家介紹 他研究的蛇類 還有台灣艾蛇恐物的問題 這隊的分子 對小朋友 還有帶蛇來 想要摸的話 就來摸摸他 不是摸他 是摸他 謝謝研究的介紹 因為時間很短 那我就不客氣 我就直接開始 這個題目有點長 所以我其實沒辦法 完整的講 所以我只能盡快 而且顯精華來講 因為他要涵蓋的東西 從這個保益到我的研究都有 所以我就簡短一點 蛇類保益 像極的什麼 曾經很流行 講一句話 可是這個不是像極的愛情 蛇類保益像極的不可能的任務 那這個 為什麼是像極的不可能的任務 這個要講一個短故事 大概在1979年 就是民國68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大澳的學生 那這個我們跟極燦 到時候就是到這個南恩山 南恩湖裡面去做生態調查 因為那時候就是肯定國家公園 剛要成立 還沒成立 他到1982年才正式成立 在成立之前 我們就是到裡面負責去調查 兩棲爬蟲動物 就是獅大跟台大 那在那個調查裡面 後面這個是我 前面就把他蓋掉 就看到這個沒進來之後 那時候剛開始其實沒有這個壺 那後來那個唯一的一副村長 把他圍起來就變成壺了 然後他的那個毛綁 我已經找不到了 其實比這個還延遲 基本上後面是破空的 所以去上廁所很涼快 那有一天早上我要進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說那個廁所的角落 為什麼堆了一堆石頭在那裡 那後來我注意看不是石頭 是一條擺褲蛇殘在那裡 還好我褲子沒脫下來 他就趕快跑出去 可是我就猶豫了很久 我到底要不要去抓他 因為很想抓他 很久沒看 從來沒看過擺褲蛇第一次 然後如果沒抓我可能會完蛋 可是又非常想抓 後來我就真的去抓了 然後抓了還好也沒被咬死 然後就抓到了 然後之後那個消息不曉得 為什麼那麼快就走出來了 那我們那次調查下山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報紙都在談蛇的事情 有人抓到擺褲蛇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印象比較深刻就是 其中的一篇方塊文章 我同樣已經找不到那個方塊文章了 那他的大意是什麼呢 那大意就是說 我們的保育是不是保育過頭了 為什麼連毒蛇猛獸這種害人的動物都在保育 那大家可以想像那個大概是30多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台灣的保育才剛起步 在那個之前是沒有什麼保育的 所有東西都是拿來吃的 所以台灣才開始推保育這些 所以 寫方塊文章的人是社會的上層知識分子 還有本事是寫方塊文章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30多年前 我們台灣的社會上層知識分子 他認為 毒蛇猛獸不應該保育 因為這個會害死掉就算了 為什麼要保育呢 所以保育過頭了 大家要試隔那麼多年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這個狠獸的保育 黑熊的保育 老虎獅子的保育 你絕對聽不到反對的聲音 從來沒有人說 那個太危險了 那個把他弄死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毒蛇的保育 或者蛇類的保育 保證你會聽到很多反對的聲音 因為我就是最常被罵的那個人 蛇類的保育 不知道你毒蛇的保育 你都找毒蛇的拼命 這會害死人 把他打死就好 所以你會發現蛇類的保育 相較於猛獸的保育還更困難 所以為什麼說有點像 不可能的任務就是因為這樣子 而且不只台灣這樣 幾乎前世就是這樣 我曾經在澳洲短期進修一段時間 甚至連那邊的保育人員 他都說 這個大死就好了 不用懷疑 所以你可以想見 這個蛇 在全世界是受到很大的危害 對人類危害 那這個是不可能的任務 好幾集 我沒有每一集都看 但是第一集我也看 那第一集呢 這個是經典的畫面 那如果有看過 就代表年齡跟我們差不多 應該很多都沒看過 不過這個網路上鋪熟一下 把它變成像這樣 是一隻老狗掉下來 不過我覺得這張還蠻適合我的 因為我不像阿棠哥那麼帥 所以我比較像掉鋼手下來的一隻老狗 然後呢 不過呢 我希望這個短短的40分鐘 有點像這個老狗掉下來 然後試著切幾塊蛋糕分享你們 所以聽完以後你會覺得有收穫 然後覺得還不錯 這個是我的期待 好 那我們來看蛇雷是不是需要保育 那一般來講這個動物會被保育 大概有這個條件 要不就是很可愛 像這個貓雄可愛的不得了 每一個人都想抱牠 所以這個當然要保育 要不然就是這個動物對著很有價值 再不然就是這個動物已經平臨媚覺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當然不只一個條件 有些可能好幾個條件 那蛇雷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詳細講 蛇雷肯定很有價值 那有些蛇雷已經評委了 甚至有些已經在這短短的幾年之間已經媚覺了 所以牠絕對具備後面這個兩個條件 那至於第一個蛇雷可愛嗎 那從這個女生的表情 你不知道可不可愛了 這個肯定不可愛 那我們必須誠實的講 蛇雷確實不太可愛 但是蛇雷應該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所以大部分人看到蛇就是像那樣 那這個是比較奇怪的女生 這個百分之0.03不到的人 才會喜歡蛇 那這個國外的動物園他們做了調查 就是動物園裡面最被討厭的動物 那你看蛇就遙遙領先第二名的蜘蛛 然後才一路排下來 那常常有人會問我說為什麼沒有蟑螂 那是因為動物園裡面沒有展覽蟑螂 那如果有人的話蟑螂通常排名也很前面 不過蟑螂跟這個蜘蛛一樣都是結出動物 所以你可以發現蛇真的是很多人很害怕 很不喜歡這個動物 那這個怕蛇這件事情 或者不喜歡蛇這件事情 到底是先天還是後天的 那這個生物學家發現所有的靈長會都很怕蛇 所以怕蛇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那這個電影叫做《可愛的動物》 這個是我在大寫時代看的 也是來找這部電影 裡面只有動物的行為跟音樂 那其中一幕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這個沸沸 到處在翻獅頭找東西吃 通常獅頭下面可能躲著蟲 他就抓起來吃 結果我一次不是蟲 翻起來是一條蛇 那個蛇馬上翻出那個聲音 那會外的反應也是很快 當場就陰倒 就倒下去 然後美國人就醒過來 醒過來 剛才是在做飯還是真的 他再去翻一次再倒一次 所以他連看兩次要連倒兩次 那這個事情 有一次我去克魯的國家公園 我們去開會 然後我就請了一個想導帶我們去玩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 那個廢廢很怕死 看到死會暈倒 他說那是真的 我說你怎麼知道是真的 他說他爸爸有親身的經驗 他爸爸是那個國家公園修復為理的工人 那有一次那個圍裡破很大的運動 他們要花好多時間 才有辦法把它修補完 結果還沒修補完 就遇到廢廢情 那廢廢情一來 他們就沒辦法工作 因為廢廢很兇 牙齒很大 所以他們所有公園 就躲到卡車裡面 然後廢廢就來檢查卡車 哇 一發現這卡車太棒了 有冰桶 冰桶裡面有吃的有喝的 所以就把這個卡車的車號 記得一千塊錢 所以以後這個卡車一到 廢廢就跟著來 然後他們就幾乎沒辦法工作 所以他爸爸很困擾 最後就到處問 結果問到廢廢很怕蛇 所以他就在冰桶裡面的最上面 打開的最上面 放了一條塑膠蛇 假的蛇 然後廢廢又來一翻 當場就摔下來 就看到蛇 直接就摔到卡車下面 就記得更清楚 這部卡車太危險了 所以以後卡車到廢廢只敢看 不敢靠近 因為他知道上面有蛇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的方法 解決了這個蛇的問題 那那個財山 佛子為憾 所以上次我去中生大學演講的時候 我想說 搞不好我可以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佛子也很怕蛇 那如果 如果我像斜的像那樣 我在冰桶裡面放一條蛇 會不會把那個佛子下膀 那如果會以後 我就用這樣的方法 讓這個 桶子變得很特別 黑白桶 然後呢裡面有蛇 那從此把這個黑白桶 就放在商家的店門口 那佛子看到黑白桶 就不敢靠近 那這是我原來的想法 那這是我拍到的影片 就是我自己拿了一個冰桶 然後呢 就是裡面放了這個花生 水果 然後看到佛子來了 我就從冰桶裡面把花生拿出來 丟給他們吃 所以佛子很聰明 他知道我從冰桶拿出來 然後呢 我就退到後面去攝影 這是我拍到的 然後佛子吃完了 當然就會來看 就會來關這個 關我的這個冰桶 結果他裡面看到有可能幾蛇 但是他沒有被嚇陰 這個是獸山那邊 這個是獸山那邊 蛇的反應就在嚇一跳 不過我們那個獸山的猴子有點聰明 那個是一條玉米蛇 然後呢不太動 他就在那邊看看看 好像不太會有人的樣子 他就觀察了很久 他不像那個會會當場就陰倒 然後後來他就靠近 靠近以後他就搶了花生就走了 搶了這個就走 所以我發現我們這一招 對我們台灣的猴子好像不太有用 所以我就沒有在建議高雄市政府做任何的事情 那不過這個看到死會陰倒這些事情 也不是只有廢會 那我們人有時候看到死會陰倒 就是房地上的 看到死會陰倒是真的事情 不是假的 所以整個領長類都非常怕蛇 猩猩猴子肺肺都很怕蛇 所以怕蛇到底是先天還是後天 那這個問題 就是生物學家也都很感興趣 那這個 從這麼普遍的怕蛇 可能有人就開始推論說應該是先天的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祖先 那這麼普遍應該就是在我們的基因裡面有這件事情 那我對這件事情一直很感興趣 所以我自己也曾經做了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是說 我在美國內視的時候 剛好我們家的老大 在地上爬的階段 然後實驗室又附了一堆小蛇 然後我想說 從來沒有跟他講過蛇的事情 我就試看看他到底會怎麼樣 所以我就把小蛇拿回家 然後就很安靜的 他在爬的時候我就放到他前面看他有什麼反應 結果看到有東西在爬 就爬過去 然後就撿著那個蛇就要塞嘴巴吃 所以就是有時候都有一個口腔型 所以蛇跟所有其他東西一樣 剪刀就是塞嘴巴 所以差點把我的寵物吃掉 所以趕快把它搶回來 但是比較可惜是我那時候沒有準備好相機 跟攝影機 所以這一幕沒有被我拍下來 那後來回台灣以後 我又生了一個老二 那這一次我就準備好了 那我就叫我太太把相機準備好 那我從實驗室呢 就拿了一條沒有煮的青蛇回來 那這是我們家的老二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蛇的表情 你看他的表情完全沒有害怕的樣子 對不對 那接下來他也一樣 他就把他敲在手上 那因為小孩子力量沒有辦法控制他 所以他敲得有點太緊 所以這個蛇的頭在那裡有點痛苦 所以不敢 趕快把它拿回來 所以我們小時候其實不會怕蛇 那這是我太太的朋友 他帶他的兒子來 那我告訴他小孩不會怕蛇 他說真的嗎 我說你要不要讓我試你兒子 他說好 所以我們就一樣 把一枚蛇再拿出來 讓他看 你看他也一樣 沒有害怕的樣子 對不對 表情就是很正常 然後接下來一樣 他就是掐在手上玩 那你看他媽媽的表情 跟他的表情 哪一個人比較害怕 而且他媽媽比較害怕 所以 基本上我們怕蛇的大概都是這樣 都是從小被嚇大的 那如果大人沒有去嚇那個小孩 其實小孩是不會害怕的 所以 後來也知道說 如果猴子也一樣 小猴子不會怕蛇 但是長大的猴子每一隻都很怕蛇 那如果是猴子被人養大的 他長大以後也不會怕蛇 因為我們不會教他蛇很可怕 但是他跟猴群一起長大 每一隻猴子都會教他蛇很可怕 所以 基本上大部分是這樣學習過來的 但是說完全學習也不對 因為後來有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就是在國外做的 他們是測試小猴子 那是讓小猴子看一個蛇的圖像 如果只有蛇的圖像 小猴子不會怕 但是這個圖像旁邊 如果放上他媽媽很害怕的表情 放在一起 同時有小猴子就怕蛇了 那以後沒有媽媽的表情 只有蛇的圖像出現他也害怕 所以這很明顯就是媽媽在教他那個蛇很可怕 所以要閃眼一點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做另外一個實驗 把一朵很漂亮的花 跟媽媽很害怕的表情放在一起 看小猴子從此以後會不會怕花 會的幾首 從此以後這個小猴子就會被嚇大的 有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不會的幾首 沒有一個兩個 結果是不會 那很奇怪對不對 剛才為什麼蛇那麼有用 那花就沒有用 所以從這樣的對比 讓我們想到說 其實怕蛇可能有一部分已經暗藏在我們的先天裡面了 所以媽媽的表情非常有用 馬上就把那個裡面先天的部分就帶出來了 所以那個效果很快 那如果沒有先天的部分 譬如說花 因為沒有理由要怕花 全世界沒有會傷人的花 所以你媽媽要去錯誤的嚇那個小孩 很難嚇會 就好像我們一直跟小孩 手不要伸到電風扇裡面 他就偏偏要伸進去對不對 因為電風扇跟我們人類的歷史太短了 沒有理由要去怕電風扇 就好像我們不會怕車子 不會怕電風扇一樣 可是我們卻很怕蛇 因為蛇跟我們的演化歷史 真的是非常長 而且有些蛇確實很危險對不對 所以怕蛇是有道理的 而且對我們是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所以很快的協會 跟蛇離遠一點 其實對我們是好 所以很快就協會了 所以 從這樣的對我們可以知道說 怕蛇應該是 一部分先天是有的 但是 後天的這個教導也變成很重要 如果這兩個都沒有的話 就不會那麼怕蛇 所以 那怕蛇的這個程度 我把它做了分級 最怕就是連蛇的圖片都不敢看 那我們做到常常有這樣的 如果說課本上有蛇 他就是用黑色的膠帶把它貼起來 要不就是剪刀把它剪掉 不過這種人今天應該不會來 對不對 那第二題就是說 他突然他敢看 但是他不敢看火的 因為火的會爬來爬去 所以就是 這兩集都算很怕的 不過這兩集你會用到70%不到 100個人你會不到5個人 像這樣 大部分人都在這裡 就是敢看火的 但是不敢摸 就是我把蛇拿出來 叫你來摸他的話 下輩子再收 那個就是第三集 那第四集的人最多 就是說 我把蛇拿出來 他願意來摸看看的 那那個是第四集的 但是他不敢自己抓 我如果把蛇放掉 他就跟著放掉 就是第四集 那第五集就是他也敢自己抓 這個人就開始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人都在這裡 那這樣就還好 那這樣就還有點希望 如果大部分人都在那裡的話 那要講蛇類的保育就會非常困難 不過其實 我看過一個影片 他在講一個媽媽 那個媽媽怕到 沒有蛇他都怕 這個媽媽不敢踩到草地上去 因為他怕蛇會跑過來咬他的腳 所以這個媽媽就不敢帶小孩到公園去玩 因為公園一定會長草 後來這個媽媽去做心理治療 因為他不做心理治療的話 他小孩子永遠沒有機會到公園去玩 因為他不敢到公園去 所以他解釁去做心理治療 那心理醫生呢 一開始請這個媽媽看電視上的蛇 那電視只要一出現死 哇這個媽媽就嚇得又縮成一團 他就在縮在沙發裡面 他就這樣偷偷看那個電視上的蛇 然後好久以後 他才敢鎮定的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上的蛇 然後電視再慢慢移到正常的距離 然後接下來再把假的蛇放在座椅上 讓他去抹 假的蛇一開始他也不敢抹 好幾個月的治療 最後這個媽媽趕把活的蛇掛在脖子上面 那當然最後就治療成功 所以其實只要方法正確慢慢來 這個心理的恐懼是可以被克服的 那另外的話 怕蛇的原因的話 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 那基本上呢 在台灣最多的就是怕被他的毒傷到 佔了快百分之六十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怕被他咬到 這個比例也很高 那這個算是比較理性一點的原因 那後面呢就一些比較奇怪的原因 例如說這個怕長長的 所以所有長長的當然都很害怕 那蟲蟻啊這些漫蟻啊不會咬的人 那也很害怕 那或者是不知道的原因 完全很可怕 那另外這個最好玩 就是怕失失連連的 那死了從來不失失連連的 可是我們這邊有3%的人認為死了失失連連的 然後呢在國外更高 有14%的人認為失失連連的 包括我在國外面的時候我的英文老師 他第一次知道我的 博士論文要做水蛇的時候 他的反應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做那麼slimey的動物 slimey就是失跟連 那我就跟他說 他們從來不slimey 他頂多是wait 就是失但是絕對不會連 所以很多人就是 有那種錯誤的想法 就是蛇這樣失失連連的很可怕 那反正做了稍微 從地下就是不理性的原因 我們這邊的比例比較低 大概只占了5% 這個西方痕對蛇超級不理性 大概占了45% 就覺得蛇很失連很滑很髒 那我們這邊大部分是比較理性的原因 那其他有一些中性的 蛇會堵蛇性這些 所以常常有人說 他看到蛇堵蛇性覺得很邪惡 其實這個都是因為對蛇不夠了解 因為蛇他就是一個嗅姐的動物 他基本上外面有什麼變化 他就是要吐出蛇頭來聞看看 左邊右邊哪個味道比較濃 然後是什麼樣的味道 那我們人是視覺的動物 外面有什麼變化 我們一定是張開眼睛看 他看一看一定會眨眼睛 所以當我們在講說蛇 吐蛇性很邪惡 如果用在我們人身上就是說 那個人在對我眨眼睛超邪惡的 你會覺得對你眨眼睛很邪惡嗎 不會嘛 你會覺得他好像是一個友善的表示 所以當你了解蛇在吐蛇性 只是為了要知道外面有什麼變化 我跟邪惡完全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 心裡會比較放鬆一點 那這個思黏這件事情 也是很有趣 我想人應該是不喜歡思黏這個特質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的怪獸片 那個口水都超黏 然後生的蛋也超黏 對不對 所以一旦你看他黏上就切不開了 所以很可怕 那蛇很可怕 所以蛇一蓋很黏 結果錯了 蛇完全不黏 等一下給你們摸你就知道 蛇一點都不黏 蛇非常乾爽 那另外呢 大多人就是怕蛇有毒 那這個是全世界這個毒蛇的比例 這個大概19% 那19%裡面這個1%的蛇 他是黃鶴蛇科的這個毒蛇 他的毒咬都在後面 叫後勾牙 而且呢 他的毒一般都很弱 像我們台灣的水蛇 大頭蛇 就第一個 你不太容易被他後面的毒牙咬到 第二個 萬一被他的毒牙咬到 他的毒性很弱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傷害 那還有呢 這裡面的蝙蝠蛇 有一些他的毒液的量很少 所以其實真的被咬到也沒太大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講的海蛇也是像這樣子 有一些海蛇 所以其實這邊如果說你把它被咬到會造成很嚴重 譬如說你的手指頭要切斷啊 或者會死掉的 大概10分之1不到 所以其實真正危險的蛇並沒有那麼多 但是呢 我們介意因為少數的蛇就害怕所有的蛇 不過這個本來對我們是一個保護作用 只是說了解了以後 你可能就對蛇來講就是該怕的你還是要怕 但是不該怕的你不需要過度害怕 你可以很鎮定的去看他 或者靠近適當的距離看他 都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了解他的時候你就會胡思亂想 我們人都是這樣 當你越不了解你就會越胡思亂想 這個像包括生物系我們一個邪妹 他說有一次他在宜蘭 在家裡出現一條宜閃結 他下了鑰匙把他小孩擠很高 然後逃出去 我說哇 你實在是反應過度 宜閃結是很溫馴的蛇 然後你為什麼要反應那麼大呢 你可以輕鬆的把你小孩抱起來 或者你根本就不用跨你的小孩 你就把遺產結趕出去就好 可是就是因為他對這個蛇過度害怕 就會做這種過度的反應 所以可能原來小孩沒事 還被你摔成有事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過度害怕 就完全沒事 像我一個學生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生物系畢業的 他來念研究所 結果他有一次在山上看到遺產結 然後他以為他看到我們台灣另外一種白梅花 白梅花是另外一種沒有鼓的蛇 長得有點像 那他就以為他看到白梅花 他就出手去把遺產結抓起來 然後他又沒有帶著裝 他就坐在手上 然後就一路從山上坐公車 然後到師大的辦公室 然後到我辦公室前面說 老師這隻白梅花送給你 我說你手上不是白梅花 你手上還是遺產結 他抓了是一隻鼓蛇 那結果從頭到尾遺產結都沒有咬他 因為遺產結確實是相當危險 如果你沒有用力去掐他 那基本上不太會咬 其實蠻多毒蛇也是像這樣 所以蛇是不是都會咬人 那其實很多蛇不會咬人 所以我每次演講都一定要把我的蛇帶出去 那就是讓大家真正的了解蛇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想說人大概會有一些 所以我就帶了很多條蛇 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可以摸到 剛剛有摸過 對剛剛已經有人摸過了很好 摸過的感覺怎麼樣 不能離開這裡 我們在外面也在拍影片 其實就是像LV包包一樣對不對 摸起來像LV包包一樣 所以很多蛇都是這樣 你只要放鬆他就會跟著你放鬆 那你緊張就跟著你緊張 那你用力掐他 你跟他不客氣他就會咬你 所以基本上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隻球馬 那為什麼叫球馬 因為他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會把自己弄成一個球 然後把頭收在裡面 這叫球馬 所以他是非常溫馴的蛇 所以才適合當寵物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已經進了很多的寵物蛇 大概都是 基本上都是溫馴的 才適合當寵物 那這個是其中之一 那我等一下就把這個傳下去給大家摸 那我這個1234 那我也有四隻 所以每一排都有 那這個是球馬 那我現在自己的農場呢 緩子了很多的這個玉米蛇 我看看 玉米蛇 我剛剛才好長 對對對 玉米蛇呢 它的顏色變化很多 那它為什麼叫玉米蛇呢 是因為它的這個花紋 棕色的很像印第安人種的那個玉米 有那個中紅色的這個花紋 所以叫玉米蛇 那棕色是黑色加紅色 然後它有很多顏色的突變 如果黑色是不見的 就變成是紅色的 那紅色是不見就變成黑灰色的 那紅跟黑都不見就變成白色 那這個是正常的 那它是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它很久沒出來 所以出來會比較緊張 那它會到處看 所以你會發現它 它會想要到處看 那它會比較喜歡暗的地方 所以萬一你袖子比較大 它會從袖口就進去 所以你不要讓它進到你的袖子就好 經濟也不會怎麼樣 你就讓它從另外一邊出來就好 因為它們的食物是老鼠 所以只要你身上沒有老鼠的味道 它就不會把你當食物 所以到我農場的小朋友 大家都又要摸老鼠又要摸蛇 我說那你先摸蛇再摸老鼠 不然的話你摸到老鼠再去摸蛇 可能它會把你當老鼠 所以大概這樣它會纏住 那它們的纏繞力量其實蠻大的 因為它們靠這個去嚼死它的那個食物 老鼠 就讓它沒辦法呼吸 然後它再去噴它 那基本上 都不會咬人 不過因為它們是能血動物 所以它的體溫算是比我們低 如果說每一個人都這樣抓著它 它可能後來溫度就會從譬如說 20多度 上升到我們的手掌大概有30多度 就上升了快10度C 那如果上升很高的話呢 就有點類似我們的花膏燒 對不對 所以比較好就是說 隔著這個洗衣袋 傳下去比較好 所以當你要摸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拉鍊拉開 然後是 摸完了你就再把它換回去 再傳給下面的人 那這樣 不過先跟後面的人講一下 說蛇要來 不要沒講就傳過去 那這樣的話 它的體溫就不會這樣一路衝那麼高 衝太快的話呢 就容易這個 放高收 放高收不舒服 就比較會咬到人 後面這個是我開玩笑的 從來沒有咬過人 那萬一你被咬到 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是沒有毒的蛇 它的牙齒很尖很細 大概咬下去你就 不過你很難很鎮定 通常你會抽回來 抽回來就是從兩三個洞變成兩三條線 這樣子 就好像你被針化到這樣子 那你如果不抽回來呢 它慢慢就拔起來 拔起來就是兩三個洞 這樣 最嚴重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水洗一洗 清一清 基本上就不會有事了 這邊有沒有比較怕死的 有沒有在哪邊 在那邊 那我也特別為你們準備一條 絕對不會咬人的 你踩它捏它都不會咬人 那是家人啊 我每次一定會準備 這種超級大的 超級溫馨的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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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每一排都剛好有一條 這是玉米蛇 對對對 那個是球馬 玉米蛇這邊有兩隻 那一隻是正常的 那這個是白化的個體 白化的個體 但是它不一定是白的 就是它的黑色素途變調就是白化 所以這個是紅的 剛剛是 你看它整隻是紅的 那就是因為它黑色素途變 那你看它的眼睛是紅的 所以你看你的 輕輕拿到 輕輕拿到 就好了 後面還有一些海蛇的東西 我們就 一面摸蛇一面進行下面的 那 所以 蛇類保育本身是一個 不容易的事情 那 跟海蛇共舞又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因為 我做了很多海蛇的研究 然後慢慢發現 海蛇跟 印象中的不太一樣 所以 其實可以發展 潛水看海蛇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是科學人 我沒進來 那這個是科學人雜誌 在 前幾年 要我再幫他寫一篇 這樣的一個科普的文章 那 所以 其實 我提走了十年退休 然後一退休我就成立了一個公司 就是要帶人到蘭嶼去看海蛇 所以 以海蛇共舞就是這樣子來的 不過 很快的一年我就虧本了 所以我公司就關起來了 但是那個明道中學 他們發現這個 就是我以前高中念的地方 那他們發現這個活動非常有意思 那他們的這個 這個校外交協辦得很成功 到世界很多地方去 那這個明道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 就是我的同學 他就覺得說 他們應該有一些活動要為台灣的偏鄉 不要多照片說國外去 所以他就建議他的地底校長 一定要辦一團 這種 鹹水看海蛇到蘭嶼 所以我就幫他們辦 辦了以後 因為 小孩子的收穫很大 所以就希望校長呢 能夠繼續再辦這個活動 那校長就跟我講說 看會不會再辦 我說不行 我的公司已經關掉了 那 後來校長就跟我商量說 這樣好了 他們所有的行政程序 他們自己來 聯絡啦 訂票啦 他們都自己來 那我當部份就好了 我就看這個行程排得很不好 我給了什麼東西要快 然後他給我很高的顧問費 所以明道中學就這樣一路辦下來 從我退休那一年都現在沒有放過 好 那這個海蛇 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又毒又危險 所以當年 我在中生海生所做海蛇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想法 就跟在莫老師實驗室 他說做海蛇的時候 看所有的文獻啊 哇 海蛇既毒攻擊性又強 那 那不是 我還沒做完就先走了 對不對 那後來還好我看到一篇文獻啊 他提到 海蛇毒癢都很懂 所有海蛇毒癢都很懂 所以呢 澳洲的研究人員 他說他們只要穿0.6公分厚的防攤衣 海蛇毒癢就咬不下去了 那這是我們的潛水教練書院老師 那我就問他 那我們台灣最後的潛水衣可以做多過嗎 他說0.7 還好比國外的0.6 多了0.1 所以我就做了一套 前果最後的潛水衣 就是這一套 我真的不好意思 他已經排卸了 真的喔 我太緊張了 對對對 我這邊有衛生紙 我已經盡量拿比較不會大便的 那 這邊有衛生紙 可以繼續傳嗎 可以繼續傳嗎 蛇本身是 這個等一下也可以傳下去摸 你大概沒有穿過這麼厚的防攤衣 一般大概就是0.5公分已經很厚了 那現在長穿的大概是0.3公分 所以0.7公分非常厚 然後防攤衣又做的很貼身 所以穿起來其實很累 我當時說穿這一套 我常常穿著滿頭大汗 再幫我拉進來 不過一旦穿好以後 就很安全了 我就這樣開始做海蝙的研究 那做了以後我才發現其實 海蝙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危險 沒有這麼可怕 這個是我後來退休以前 這個是我的日本博士後學生 他是日本人 剛才我的實驗師做博士後 然後我們到日本去做海蛇 然後這個九康島那邊有一堆海蛇 你看我跟他講完以後他就敢這樣抓了 以前海蛇這樣抓上來 如果海蛇又毒又危險 他這樣抓是很危險對不對 那顯然這些海蛇沒有那麼危險 所以他才敢這樣抓 那我當時做了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是現在海裡面遇到海蛇的時候 做他的行為觀察 那你就發現大部分的海蛇其實是不理你 你在潛水的時候如果你遇到海蛇 百分之七十三的海蛇是根本不理你 就是忽視你的存在 他也不會怕你 然後他也不會靠近你 他就是不管你這樣做他淹海做的事 所以當你以後在潛水的時候遇到海蛇 你不用過度害怕 大部分的海蛇根本就不是你的存在 大部分是這樣子 就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我在潛水的時候 如果旁邊有一條海蛇 他在游泳他就繼續游泳 他不會害怕 然後他也不會過來 但是呢 也有一些海蛇 百分之十七的海蛇 他會主動過來 這個 百分之十七的海蛇 他會靠近 而且他會接觸 接觸我們 那這個數量就比較少 而且一般他第一個就是跑到那個挖斜那個地方去 那我想可能因為我的挖斜是黑色 那這件海蛇是到那個交通裡面去治癒 所以他可能把這個當成是一個洞 他要去探索 結果過來碰到的是挖斜 他就聞了聞 然後呢 只要不動 他就一路這樣聞上來 然後我以為還發現這個人蠻無氣 他就走 大概 他的行為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呢 有一些海蛇 他會過來 但是他不敢 不敢靠近我 他就停在我的面前觀察我 這個大概佔了百分之八 就像這樣子 他跟我保持一個距離 然後呢 我就記錄他的這個行為 那這個是比例上 那當然也有少數 非常少數 看到我掉我就倒了 所以從來沒有海蛇主動攻擊這件事情 但是在澳洲的海蛇 健圍海蛇 在膠背季的時候 會有主動攻擊人的這個案例 那也是現在全世界唯一會主動攻擊人的這個案例 那就是健圍海蛇 其他路上的蛇 也都沒有主動攻擊人的案例 所以 那後來大概結束前 我就做了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刺激一點的實驗 就是我看他的攻擊性到底有多強 所以我在水裡面抓到海蛇的時候 我就先輕輕的抓著他 看他會不會咬 然後一分鐘之後 我就用力掐下去 讓他不舒服 就像這樣 掐下去讓他不舒服 看他會不會咬 那基本上你會發現 大部分 大部分都要到你用力掐他的時候 他才會咬 如果你輕輕的拿他 他大部分都不會咬 而且 他們那個咬的動作很慢 就基本上 你如果在海裡面抓到海蛇 他就是想要逃走而已 他就一直快速的游泳 然後游不開 他就回來殘你的手 殘了半天又沒有用 他要繼續游泳 就是這樣 大部分的行為還要這樣 那要咬你都是很久以後 或者你用力掐他 也是很久以後 他在想到為什麼他不用咬 所以他就會回頭 到你那個掐他的部位 然後呢 就慢慢張開嘴巴 然後下一步就要慢慢咬下去了 有時候我沒有讓他咬 我就甩一下 他頭就離開我的手 然後又繼續游泳 好久他才想到 剛才沒咬完再來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環咬這個動作 是一個很不熟練的動作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不熟練的動作 不像路上的蛇 你如果踩到蛇 你可能還沒注意到踩到蛇 啪 他就環咬過來了 對不對 所以海蛇是 這一類的海蛇 其實是非常非常溫馴的 不會隨便咬 像這個 這個是我已經掐他掐很久了 最後他終於咬我 好不容易才拍到這一張 他要咬我的那個樣子 當然我是戴了很厚的手套 所以我不怕他咬 所以從這個實驗 我們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這幾種海蛇 是非常溫馴的 不會隨便咬的 另外呢 就是毒癢的問題 就是海蛇的毒癢 確實都很短 你看才這麼一點點 那就是規格化的毒癢 你看非常長 所以這個你穿0.81公分的防曼衣 都沒有用 直接穿過去 但是這個海蛇毒癢 確實很短 所以呢 基本上 如果我們在前蛇的時候 有足夠的防護 譬如說0.5公分厚的 大致上他就咬不過去 不用到0.6 那再加上呢 你看他們的防衛毒性這樣很強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是一溪溪的毒癢的話 海蛇的毒癢是很強的 可是問題是他放出來的毒癢量很少 每次咬他就放出來毒癢量很少 所以萬一真的被他咬到會怎麼樣呢 也不會怎麼樣 這個是我的學生 但是不是他被咬 是他的同學被咬 然後他們到藍椅去做海蛇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說 同學被咬了怎麼辦 我說應該不會有事 根據文獻他們出毒量很少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傷人的案例 不過呢 因為有時候會有例外 剛好他們被咬的時候又是假日 那哪里的衛生紙又沒有開 那我就跟他講說 這一類的毒比較偏神經毒 那就是他的毒癢中 就是讓你沒辦法呼吸 然後最後就死掉了 那最危險的時候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因為晚上睡覺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呼吸了 隔天醒來已經走了 那我就說那不然你們就是晚上就盯著他看 輪班盯著他看 看他有沒有呼吸 如果沒有呼吸 就要做人工呼吸 然後一路到送回台灣才可以停 那我隔天當然也是比較緊張 我就打電話問我的學生說 他有沒有事 他說他沒事 他一晚上睡得很好 我們沒有人睡好 所以 所以被咬的時候可能一覺到天亮 然後其他人很緊張的要盯著他看 所以 基本上我們已經有 自己台灣已經有兩個案例 然後蘭以有一個案例 就是被這些海蛇咬過 但是都完全不是 那另外這個是 日本的九高島 在琉球這邊 東半島一個小島 這個是他們一個神秘的島 就是從青草他們這邊就是抓海蛇 然後把海蛇熏成肝 或者做成這個供品 送到那個青草的 那現在他們還在做 剛剛還不進供 但是就是還在熏海蛇肝這些 那那個海蛇洞是一個他們認為最神秘的地方 是一般觀光客不准碰的 那我們一類研究的關係 那我國師會跟他們商聊 所以他特別讓我們去看他們的這個海蛇洞 那這個老太太呢 幾十多歲了 這個島上有兩個女人 就這個跟另外一個老太太 他們從年輕的時候 就在幫這個島抓這個海蛇 就是他們兩個負責到蛇洞去 把這些蛇抓出來 然後他們再去把它熏乾 然後再做成這個東西賣到外面去 所以他從年輕就接觸這些海蛇 一直到七十多歲 所以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被海蛇咬過 他說有咬過很多次了 我說會怎麼樣嗎 他說不會怎樣 就是好像分子叮一下然後就過了 所以 其實有蠻多案例就是說 真的被這些海蛇咬到 但是不會有事的 所以因為他的出毒量 真的是很少 所以基本上其實是算安全的一個 懂賭 所以大家都覺得他又賭又危險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有一群 海蛇大概全世界大概將近七十種 大概有十種左右是這一類的海蛇 他們基本上是相當安全的 那蛇樹上面海蛇 生活在海裡面 他要如何維持水分的肯定 因為我們都知道海水很鹹 所以你越喝越渴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很早 這部學校就知道海蛇的蛇頭下面 有一個叫做蛇下線 就是他們的岩線 就是排岩的一個構造 所以他們可以喝海水再把這個岩 從這個岩線把它排掉 那海洋的爬蟲類也都有 例如說鱷魚 鹹水鱷魚 它是在舌頭的上面 叫做舌上線 所以這個是排出來很紅的這個岩線 那海龜是有一個類線 在這個眼睛後面這邊有一個類線 所以我後來念了生理生 才知道說原來我們小時候被教說 海龜很懂得感恩 你在放生海龜的時候 他會回頭看你還會掉眼淚 是我們人類製作多情 其實海龜常常在掉眼淚 你只要他原本過多他就會掉眼淚 回頭看你是看你有沒有追過來而已 不是在感恩 所以有時候不要想太多了 好 那這個都是他們排岩的一個機制 那海內溪的話 他是在鼻腔裡面 叫鼻線 所以這個是在教科書裡面 都會講的事情 不過這個事情在海蛇這一點 我們有一個意外的發現 就是這個佛里達大學的這個老師 我跟他一類從 從佛士班的時候就開始有在聯絡 所以我後來跑去念Opahoma 但是我才能跑去他的實驗室做實驗 然後後來都有保持聯繫 那他是專門做兩基牌動物的水分 水分恆定的 所以他對這個水分恆定這件事情很感興趣 那後來我去佛里達跟他做了 短期研究以後 他就一直想看看海蛇這件事情 就是海蛇會喝淡水這件事情 他很想看 所以我就後來他來台灣 我就帶他去來 然後這個很簡單 你只要把海蛇抓上岸 讓他脫水一段時間 他就脫水了 然後就會口渴 口渴當然有淡水 他就馬上喝了對不對 所以他很快就看到這個海蛇喝淡水的行為 他就很高興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要不要試看看 他會不會喝海水 他第一年跟我講說那個不用試 當然會喝海水 那後來第二年他又來 他就覺得不然先試看看也好 就是說先讓他口渴 口渴之後先給他海水 然後之後再給他淡水 就做一系列的這個實驗 結果這個實驗呢 就意外發現了 藍椅的常見的這三種海蛇 扣帶青斑 黑醇青斑 黃醇青斑 這三種海蛇呢 其實是需要喝淡水 所以這個用一個require 那這個是2008年發表的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讓海蛇 抓上海以後 放在這個網袋裡面 在陰涼的地方 再次放幾天 他的體重就會下降 脫水了 然後呢 到一個程度 你就提供海水給他 結果沒有一隻願意喝 雖然即使是這個脫水的狀態 那你如果提供帶水 他馬上就開始喝了 所以這個意外有點接觸了教科師的講法 所以這篇文章被引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次數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又開始去想到說 以前在藍椅只有少數地方有海蛇 是不是這個地方有淡水進來 結果去檢查 果然 海蛇多的地方 都是有淡水流到海邊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又發表另外一篇文章 那也因為這個 所以我們後來陸陸續續 就做了很多其他相關的研究 也讓我跑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去 哥斯大林家 然後去做黑貝海蛇 然後呢這個 除了藍椅外 菲律賓啊 日本啊 所有的這個群島 很多島嶼都跑去了 大概跑了100多個島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就是在這邊 把這個時候的這個實驗講完 那我就很快的跳到這個 潛水看海蛇這件事情 那跑到世界那麼多地方以後 我發現藍椅啊 它是研究觀察海蛇的天堂 為什麼呢 因為藍椅真的是 一個交通很方便 它有這個環島公路 然後藍椅的海岸實在是很和善 這個是日本很多地方的海岸 你看這個海岸 這個礁石 是很銳利的 你在這上面走是很不好走 那像這個是你根本完全沒辦法走 海岸線你根本沒辦法走 這個要等到大退潮的時候 你從一個地方然後沿著這邊一直跑 你看看海蛇在哪裡 所以很多島在研究海蛇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藍椅你看它有環島公路 然後它的海岸就是這樣 礁石很和善可親 直接踩在上面 然後下面這個水又離得很近 所以你直接看就知道有幾條海蛇在這邊游泳 那是什麼海蛇 你都可以看得一千多錢 所以在藍椅要觀察海蛇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呢 藍椅不只是海蛇很特別 它的文化也很特別 它因為穿丁字褲 不只是丁字褲 藍椅因為早期被發現的時候 日本人發現的時候 它跟外界沒有任何的接觸 所以日本人原來打算研究人類如何 在沒有外界銀行下會怎麼演化 所以日本人是不讓任何人到島上去的 只有少數的研究人員可以登島做研究 所以藍椅的人跟外界文明的接觸是很晚 我大學時代 我們生物系到藍椅去生物採集隊 民國大概也是68年左右的事情 那時候他們還可以用東西換東西 所以我們都是帶香菸 去跟他們換雕刻的獨木桌 他們用錢還是很後面的事情 後來70年我到島上去教書 在藍椅國中教書 他們還沒有電 整個島沒有電 所以是學校發電 所以晚上9點以後前島就暗 所以它跟文明的接觸是很晚 所以它的一些傳統文化全部保留下來 所以它的人文很獨特 它的生態也很獨特 所以它實際上是可以做 國際觀光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國際級的觀光 很可惜就是我們台灣沒有好好的規劃 把它提升到國際級的觀光 所以我這個研究了海蛇人之間 我就有一個夢 那夢想大家都知道金燈博士這樣 就是它有一個夢 它的夢就是黑人跟白人可以平起平坐 對不對 結果我合理師演講的時候 所以我跟我照一張相 跟它的手是有點像 那我也有夢 我的夢是有一天在藍椅 海蛇跟人可以一起游泳 有品相助 甚至我有一個更大的夢 就是有一天蛇跟人類是可以和平共處 不會看到人 看到蛇就一定要把它打死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的夢不止一個 那最小的一個夢就是蛇他會狗 那這個我正在台東正在做 那第二個才是剛才跟一海蛇共有 這個我已經試過了已經虧本了 等到我財力比較大的時候 再回頭再來做這件事情 那最大的夢當然就是剛才講的這個 人跟蛇可以和平共處 那這就是生態村 如果又可以弄一個生態村 在這裡面人跟動物是和平相處的 基本上你不會隨便去打蛇 這裡面的物種非常的豐富 所以是一個環境很好 生活品質很高的環境 那就是一個生態村 那希望這個人就可以慢慢複製到其他地方 那如果複製到其他地方 其實就是複裔的 就是生態人複裔的工作 那蛇咖啡館這些事情呢 我大概已經差不多現在快正在進行 那我現在在台東買了一個農場 那這個是松克堯的那時候 用空拍機幫我拍的 那這邊是我蓋的這個資材室 所以這邊是客廳 那這邊有兩個房間 那後來我又偷偷蓋了一個矮角屋 所以現在有三個房間在這邊 那這邊是我養蛇的地方 現在已經有150隻蛇了 那我的目標是300隻 所以以後呢 大概他們在我的蛇咖啡館就可以輪班 就是150隻上班 另外150隻休息 然後下一次再放餐 那基本上我蛇根都養在這裡 那我這邊大概就是自然農法 所以就是種各式各樣的作物 而且譬如說同樣是芭樂 我不會種在一起 這邊一顆那邊一顆把它抽開 就比較像我們的自然生態系 所以它的產量一般來講不大 但是我一年四季大概都有不同的水果可以產出 那因為不用農藥不用化肥 所以這裡面的動物象呢 基本上就非常豐富 包括昆蟲 那慢慢的話它就是會有蟲害 但是不會太嚴重 那其他外面的野豬啦 山羌啦 有時候也會跑進來 不過因為我這邊比較空曠 所以野豬不太敢真正到這邊 它都會到我鄰居那個荒廢 所以它就是到外面去吃它的鳳梨 那至於舌咖啡館呢 我本來想要在剛才農地的那一邊 蓋一個 我本來想要在農地的 這裡 蓋一個農舍 然後就做舌咖啡館 但是後來因為農舍管理辦法變嚴格了 所以現在蓋農舍基本上不可行 基本上就完全蓋不起來 所以我只能到外面再去找一個建立 所以現在就是大概三天前 已經點交了 那我就買了一個建立 那這個房子已經有了 那這個房子有140坪 那裡面大概50坪 但是旁邊還有一個農地 這個農地也很大大概一分多 那這個是它的大門 那原來是從另外一邊進來 那現在我打算以後 一樓就是做舌咖啡聽的地方 那大概裡面一進去就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櫥窗 那裡面就是有蛇 但是你看得到摸不到 那一樓有一個房間呢 裡面就是大概會有很多蛇在房間裡面 你如果願意進去裡面喝咖啡 你就進去裡面喝咖啡 那蛇可能就會在你的桌子上 或者是在椅子下 或者是在旁邊的書桌上 或者是像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構想 那如果你都很怕蛇 你就到外面來 外面這邊你看不到蛇 你就到外面喝咖啡 那除了咖啡 大概也是我農場的這個 有機做的水果 我吃這些東西 但是當然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人家來喝有機的飲料 同時感受到蛇沒有那麼可怕 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所以這個是我第一個 最小的夢想 那應該快實現了 大概在一年左右 裝潢好了以後 蛇就可以開始進駐 那旁邊這外農地呢 也很感謝我的同學 高中同學 因為他們都是做生意很成功的人 那我同學會的時候 我跟他講到這個構想的時候 他就說 你這個店一定虧本啊 因為一半以上的人 等到有蛇就不來了 然後又再偏遠的台東 根本不會賺錢 那我說 好吧 那如果虧300萬可以嗎 就是我們辛苦這麼多年 對不對 我們賺的錢 我們如果把300萬揮霍掉 然後呢 來完成自己的夢想 好像也不錯嘛 還可以 我自己還可以接受 那我現在在從事另外一個行業 如果說我賺的錢越來越多 其實我不只可以虧300萬 甚至於我賺的錢多多3000萬多 讓他虧沒關係啊 我就可以一直虧下去啊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那我的同學他是很有錢的人 他一天我要做虧錢的事情 他覺得哇太欣喜了 他媽也沒有聽過人家要做虧錢的事情 他說那我來跟你一起虧錢 結果這個同學要跟我一起虧錢 所以我的財力值 有辦法買到這個房子再過來沒錢 留一點點錢做裝完 然後他說那這塊他來買 這塊他來買 然後買了幹嘛 給我當停車場 那他反正不缺錢 他就是買下來丟著這樣而已 那他也用不到那塊地 那他就是偶偶來 那他就跟我一起玩 所以 感謝我的同學 讓我的這個夢想 可以快一點的開始進行跟實現 好不好 實現的關係 應該到這邊 謝謝 我想首先想要先請教一下邵老師 因為你剛有提到那個獅子魚做移除 我必要訓練天地這件事 但是我比較 我覺得很有趣 可是我好奇的是 這個物種本來不是在那個地方 那你訓練這個地方的比較 更高階的獵食動物去練它 那會影響這個獵食動物原本在這裡的行為 比如說他就吃獅子魚都好 或是不需要吃其他原本的魚 然後會造成這個其他原生魚的族群有些變化 那如果這個影響是不大的 是不是可以引用到我們台灣 也做一些相關的外來種的意識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工作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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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這個是大西洋 他們在那邊做獅子魚的研究 好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當地的這些掠食 掠食魚類 鯊魚、石斑魚 他們食物也變少了 好 它裡面都是獅子魚 所以他們想從此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才試著說餵食他們看看 那餵食的結果發現到他們可以學習 但是呢 這個學習的經驗 能不能傳到下一大問題 傳到其他族群 目前還不太清楚 那總而言之 目前還是 還是嘗試的階段 然後關於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用來 國內 用來國內的外來種的防治 我想有一個困難點 比如說以 紅骨魚號 它的成魚大概就可以到公尺了 那其實它最大的體長可以到1.5公尺 其實跟人一樣大 那其實說真的 它已經沒有其他的烈死者了 沒有其他體體 那 龍骨魚號也是 龍骨魚號 它可以超過1公尺 如果它的 因為 你看的總比其實是超過1公尺 那在以外的情況 已經沒有其他體體了 那這樣的防治方式 可能就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了 那我們就去思考 有沒有其他防治的方式 好 不曉得就沒看到這個 明明的問題 我想要結合兩個這個講題 現在 線上也有提到一些眼鏡蛇放生的問題 那包含也有一些是本地的眼鏡蛇還是外來種的問題 是不是請揚 布老師 謝謝你 眼鏡蛇放生蠻多的 但是很多都會把它變成金剛眼鏡蛇的外來種 其實很少 大部分都還是國內的眼鏡蛇在放生 那這個我也跟這些人試著談過一些 包括有一個女士她曾經特別問人 又跑來問我 說她要去放生蛇類 要買什麼蛇放到哪裡 她想做一些功課 那我就跟她溝通了很久 我說不要隨便放生 因為你放生就會鼓勵人家去抓 那另外就像剛才原老實講 放生就等於放死 很多如果放到不對的環境 像我就在小琉球 小琉球都是海邊嘛 結果就撿到斑龜 那個顯然都是以為烏龜就海裡面放就可以 那是斷水烏龜 那我就跟這個女士說 你如果要放生 我建議她去做一個事情 就是台灣的烏龜 大部分都被集中到寺廟的放生池 那你放生池大概是水泥池 那烏龜的壽命 台灣這種小型之龜 一般大概只有20年到30年的壽命 不是一般人認為的100年 所以我們的放生池 又沒有她管死的地方 如果她的壽命只有20年30年 每20年就是淘汰一批 20年就是淘汰一批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放生池裡面的烏龜 絕對不是清朝那時候放進去的 如果她的壽命100歲 差不多100歲那就問題不大 好條的情況到現在都沒死 可是她快了大概三倍到五倍以上的淘汰 所以我建議她說 那你去把這個錢捐到廟裡面 但是要廟去改善她的放生池 把那個中間弄一個有泥沙地的地方 讓這些烏龜可以在裡面繁殖 代代相傳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我們這個 方生池變成是扼殺台灣本土烏龜的一個場所 變成保育的場所 這樣的話台灣烏龜就可以在裡面代代相傳 那引進池就是說通常都是被誇張的 當然到處亂放實在是不太好 不過像我農場很大 所以我們有時候農友抓到引進池 他不知道在哪裡放 我都說你拿來我的農場放 因為他們來來去去 我放了好幾隻最後就看不到了 他主要都是因為人過度害怕 其實你只要不踩到他 都很沒事 像最近在報導台中那個什麼 人家放手的時候什麼兜兇啊 造成很大的恐慌 你只要不去踩他那怎麼會有 所以大部分都是因為我們過度害怕 我想先問那個蛇 就是說如果 因為我看過一個影片 就是說他放一隻蟒蛇 活著然後就放在這個洞裡面 然後就會把鳥魚趕出來 對對對 那那個蛇大概可以憋氣那麼久嗎 蛇是可以憋氣很久 因為他是能血動物 所以他們的耗氧量很低 所以他可以憋很久 至少都是幾分鐘以上 十分鐘更長 像海蛇的話 大概正躺大概都是三十分鐘 超過一個小時 那放進去把他臉魚趕出來 那個大部分都是造假 就是說你在上面看到 或者是把蛇放進去 所有的老鼠跑出來有沒有 或者是這邊的椅進去 那邊的椅跑到他的嘴巴 這個絕對大部分都是造假的 那個就是他只拍那裡 然後另外一邊在操作的人 你看不到 但現在網路上這種影片非常多 因為越奇怪的越多人會去傳 傳業 然後他的收入就會比較高 所以現在你在網路上有太多這種造假 然後弄得很奇怪的 很誇張的 那個其實我們學生日來看 那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像譬如說最近有放男蛇進一個洞 哇一堆老鼠就開始跑到那個他設的陷阱裡面 然後最後他還用那個小鼓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那個藍蛇就跑出來 那個就完全是造假的 一個蛇沒有聽解 然後另外蛇進去 他不可能讓那些老鼠跑出來 一定開始吃嘛 吞了以後他出來一定肚子會大到 他不會說把老鼠趕出來 然後他再自己跑出來 所以很多都是造假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一個朋友他有一個農場 然後裡面老鼠蠻多的 那現在生態就是 他本來也有那個什麼 那個老鷹 但是後來可能就是吃了有毒的老鼠 然後就死掉了 所以那個老鼠天敵又很少 當然也有蛇 但是有的是有毒的 然後那數量不夠多 那個老鼠非常猖獗 對 那你我就是推薦一下說 有沒有說在賣那個 比較 就是沒有毒的 像國外 不是國外 就是大陸 他們傳統上就是養那個錦蛇 錦蛇我們台灣也有 錦蛇 錦蛇會吃老鼠 那錦蛇他是沒有毒的 那不是會長得很大 對 不會啊 他主要還是吃老鼠 因為這一類的蛇都叫Red Snake 就是他的主要食物就是老鼠 所以他們到路就是把錦蛇拿在家裡 就當成家蛇 那他們的骨艙裡面老鼠很多 這個錦蛇就會跑去吃這些老鼠 那蛇是老鼠最厲害的天地 因為只要老鼠跑得七雞的地方 蛇一定有辦法跟進去 因為蛇的頭很小嘛 身體細長 那貓還常常被擋住啊 牠的頭太大 所以貓進不去 但是蛇一定有辦法跟進去 所以其實蛇是老鼠最厲害的天地 所以我常常就是說 像這一類的認知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過度怕蛇 所以我們第一反應就是要打死牠 其實很多沒有毒的蛇 你留著讓牠在住家附近 沒有什麼害處的 除非你去踩牠 但是你要踩到牠也不容易 你只要不要讓牠進到你睡覺的房間裡面就好了 你讓牠進來客廳廚房那都沒關係 因為那時候你眼睛都是睜大大的 你不會沒事去踩到牠 對不對 那睡覺有可能不小心壓到牠 所以只要牠不進臥室其他地方 那在哪裡都沒關係啊 那如果我們有辦法接受這樣子 舌在我們的生活周遭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的老鼠藥就不用 用那麼多 不然我們老鼠藥用下去 然後死掉很多 然後老鼠丸子很快嘛 幾年以後又是一堆了 又再用老鼠藥 那基本上是弄不完 然後而且老鼠就像你講的 牠會危害其他的動物 那如果慢慢民眾的觀念有辦法改變 蛇根本不用移除 很多沒有毒害的蛇也不用移除 老鼠就讓牠在住家附近 對我們的保護更好 因為老鼠我跟他講 很多老鼠牠會帶焊糖病毒 焊糖病毒還很危險 花蓮工廠就曾經 死過三個人 就是感染的焊糖病毒 牠不知道牠有一個潛伏期啊 然後牠發揍的時候都來不及救了 所以我們如果周遭附近有很多老鼠 其實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個病毒就從牠的尿癒跟糞便 就可以傳染到我們人身上 如果蛇跟著老鼠一起的話 通常老鼠就不可能太多 那我們感染到這種病毒的機會就會少很多 蛇你有咬到就有到 沒咬到就沒咬到 你不會說不知道 所以牠的危險性反而還比較小 謝謝 那廖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人臉辨識已經蠻成熟了 那也沒有可能說發展那個機器 然後就潛到這個志願堂裡面去掠殺 這個外來種 好的 謝謝您的問題 其實這個真的是還蠻不錯的idea 其實我記得我有上網看到 其實他們在除十字魚的時候 其實任用AI AI那種機器人去辨識到獅子魚的形狀 然後就把它加起來 那實際的情況到底如何不太曉得 我想未來是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技術 那在國外用AI去辨識激管海溪 打針把它移除掉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所以我相信值得可待 謝謝 不過我現在問一下 我1981年的時候到美國今天是會來拿到脖子 之後 在德州紅骨魚是被大量的刺放 因為它是個game fish 而且我記得我有一次釣紅骨魚 大概一公尺 33公尺一公尺 結果我放到冰箱一樓 沒有到達那尺寸 只有把它放回去 那我一直在想 台灣為什麼沒有想 有人想說把這個紅骨魚 當作一個魚獵的對象 釣魚的對象 他們每年夏天都會比賽 誰釣出最大的魚 然後打牆這樣子 然後政府要花很多錢 是在Bloblox做養殖場 然後大量去放我們肚羊 剛好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所以會在紅骨魚在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是魚肉不好吃 可是我的經驗是紅骨魚肉還蠻好吃的 請教老師考試一下 謝謝 謝謝岩老師 其實我們這個紅骨魚 先說 其實我們當時就是在采集到一些樣本 有些魚的樣本其實還蠻大隻的 大概可以超過50公分以上 那我們在想 總是會想要試試看 然後在實驗室大家就把它料理 就料理之後發現 煮湯就覺得這個魚的肉比較粗 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有的用清蒸的 用醬油用煎的等等 就發現了 其實它的肉質好像沒有我們想說那麼的細 然後其實紅骨魚在台灣就是因為 因為當時女性就是覺得 蠻很好癢 長得很快 肉很多就沒有刺 結果市場的反應沒有那麼的好 因為肉比較粗 但是因為它很好癢 所以它在市場一直都維持一定的量 後來發現到其實紅骨魚最好吃的 就是把它當作鹹酥雞一樣 醬油醃了一個晚上之後 可以用炸的 就真的很好吃 好 那剛剛也老師說 那它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其實如果各位有機會釣魚的話 我知道它在野外其實不太容易看到 說真的就是大型的紅骨魚 其實我發現到其實沒有相當多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的釣魚 釣油的種類 因為在那種釣魚池 那種戰鬥池 因為它可以長到很大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 它會跟那種大型的龍膽石 把紅骨魚當作釣油的種類 那其實大家會知道 這紅骨魚其實是67% 而且是外來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在台灣的野外 把它當作是一個釣油的種類 可能也還是要多考量 就是可能也要再想想看就是了 那不過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為我要為了要研究這紅骨魚 因為終究有熄火一段時間 然後我開始從新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到野外的紅骨魚的數量好像就一直變少了 反而有點收不開到的亮粉 然後收到的亮粉都算了 我們都知道 它最近還被放隔的 大概就是30公分50公分以內的 我想要找我攝像中已經長到超過60公分 接近公尺可能會開始繁殖的 我想去追蹤它的生活史怎麼受繁殖的 可是就因緣機會就發現到就變少了 反而是另外一個迷津目中 融蠻會出現的 這是這樣子的原因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們還有時間 來 莫老師 請問一下 你剛剛提到 在大陸沿岸也有紅骨魚對不對 還有小的 小的 那為什麼台灣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陸有養紅骨魚 是的 為什麼我們台灣還沒有 你們那邊還有抓到 還沒有抓到小的 謝謝莫老師 這很重要 因為你要找到小的 你可以去這裡做 它真的在野外可能自然繁殖 那在大陸 文件上面已經有6公分10公分這麼小的 那我在廈門有找到12公分的 比如說在廈門在大陸沿岸 可以找到比較小的個體 那在台灣我找到這小的個體 個體大概只有20公分而已 所以20公分很有可能也是 雨溫就是被中間團體放流的 那我真的找不到比較小的 大陸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我沒有辦法花那麼多時間 在野外去採集 你說去那種帶帶魚網 我就去不斷地去找 不斷地去翻 再來就是 紅骨魚的小魚 它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特徵 很有可能跟其他魚長得很像 在過去可能這人也不會特別去注意它 漁民也不會把它當作重要的疑惑 所以可能有 可能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而已 所以我可能如果未來有機會 就只要多一點 到野外多多的產品 多看一看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想一下 就是說你剛剛提到那個 基隆那邊 那個龍骨班對不對 那因為 請就不好意思 因為有報導 那些死守魚的大魚 產卵的時候 它會產生很低頻的聲音 我想演老師也知道 那其實 你們其實將來也可以注意一下 腳位那邊 有很多龍花慢慢慢慢大的話 那也許會在它的生殖季節 他們 石斑會聚在一起 有一些種類 會聚在一起產卵 那也許你可能 腳位長遠來看 也許會 他們會聽到一些這種訊號 也不會聽 好謝謝 謝謝 莫老師的問題 果然莫老師就是專家 unit 這個是司手魚的專家 所以莫老師提到的問題 為什麼叫鼓,就是因為它會有漏擦,會發出聲音咕咕咕咕咕,這是它溝通的時候的一個訊號 那其實之前在回到海南舊院的時候,其實我們有試著在七谷謝谷,我們放水下麥克風 我們有同仁人們,就是去收集這個水下麥克風去聽聽看水裡面有沒有紅 一次紅骨魚,他們在繁殖季的時候發出來的聲音 那在朝進那邊也會放,所以也許未來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記錄 他們有沒有可能在那邊會有方式去參與的聚集等等 謝謝,謝謝孟老師的問題 我們問一下杜老師,如果我們想要自己 我會建議就是我們自己在家裡面養蛇,鋼蟲蟲 會有需要做什麼樣的功課 一般我都不太建議 不太建議的原因是養蛇基本上都會逃掉 你再小心的人都有機會會被逃出來 因為蛇只要有一個小縫沒有關好它就逃掉 除非你家裡的環境還可以 就是說你飼養的空間很雜物很少 然後它逃掉以後又逃不出那個空間 像我現在農場就是兩個 就是說它如果逃出了它的盒子 它逃不出那個蛇房 因為那個蛇房我讓它整個密閉 所以它基本上就會在裡面 那一般家庭很難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養蛇當寵物大概都會被逃掉 那逃掉它逃出去以後你大概就找不到 那它大概就會被打死 那另外就是說還有另外就是發生一種的問題 那我這個一米蛇就是說 它的問題比較小一點是因為它主要是吃老鼠 但是我們現在市面上還有王蛇 其他的那些蛇 那個就問題大了 因為那王蛇實現很雜 它是各式各樣的 包括其他的蛇類 所以那一種寵物蛇我不太建議去養 尤其是毒蛇 有人養到之後再養毒蛇 那是絕對不要去參數 毒蛇我們基本上是因為有研究的需要才會去做 因為就有人講的毒蛇 國外的眼鏡蛇被咬了以後沒有事情 最後就死掉了 所以毒蛇是絕對不要當寵物 所以很愛很愛當然就沒有辦法 但是你一定要至少跟家人都溝通好了以後 而且創造出那樣的環境 就是萬一跑出來它跑不出你的房間 那這樣的話就還很勉強 不過因為養蛇通常養了以後你就會更了解蛇 所以這個問題也不是那麼簡單 也是因人 不過大蟒蛇也不要隨便養 因為佛里達已經是大問題 那我現在養大蟒蛇也是接收的 其實我現在農場的很多蛇都是接收過來的 除了一米蛇是我當初從佛里達帶回來當教材用的 那其他人現在都是接收來的 大蟒蛇或者是豬鼻蛇 這些都是人家氣養以後就放到我們那裡 所以我大概慢慢會變成是收養這些氣養的一個場所 我會回答你 我今天我在美國肯大利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們鎮外的教堂 那個神父啊 奮神父母親 牧師啊 他講道的時候都已經帶著蛇 他說你看看 他是我的朋友 因為蛇在聖經裡面扮演裝的教師 可是他那是毒蛇 結果有一天他講道的時候 那個蛇就不怪咬了他 那等到送到我們鎮上門 大概要30分鐘就已經來不及了 那個血清都 我們鎮上我們學校很好的 研究中醫有血清也沒辦法救他 因為他神經毒啊 30分鐘他就掛掉了 所以 那是vipro那類的 所以這個蛇 在每一個文化裡面都扮演奇怪的腳 在西方文化裡面是扮演重要的腳 所以他在聖經裡面也都在一起 好 我們來個最後一個問題 來 我也想問一下關於海蛇的問題 牠們是喜歡有瓜之習慣性嗎 因為我以前夜前的時候 我就來著手電筒 牠都一直跟著我 我不知道牠是對那個蝸有興趣 還是在觀察著我 對 有些會對有一點習慣性沒有錯 很多那個釣魚的 也常常會發現 因為那個主要是防蠢清關 剛才那三種裡面 防蠢清關是最會跑到岸上的 牠的霧氣性最強 牠對於這個光 這個東西牠的 就是害羞的程度也最小 所以有時候牠會主動 光的地方其實沒有錯 但是如果是後代清關 牠會怕 你照了以後 牠發現有光牠就閃 當然這個 跟地區線沒有關係 譬如說我們在藍椅 少數幾個地方是海蝦特別多 我們發現那些地方現在慢慢變少 變少的一個最可能原因是 因為當地的明星業者 現在他們也開始帶他們的客人去看海蝦 然後去摸海蝦 所以那個地方被干擾的很厲害 所以海蝦就開始逃 不在那個地方 然後牠對那個光也是變成比較敏感 就是逃 以前比較不會 以前我剛在做的時候 你光知道牠就是沒有反應 但是黃蠢可能會過寒 但是後代牠就是沒有反應這樣 但是現在後代是一有光牠就逃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都做過蛇的視覺系統 這一海蛇類 是 基本上牠可能看到綠色 我就叫綠色 因為牠很窄 牠就在差不多五百多那個地方 在綠光的地方很窄 所以牠也是跟我們人類的感狀細胞一樣 感狀細胞是夜間在明明變黑白而已 所以牠會追著你說 因為牠假如有個燈光變成一個對比 牠的獵物就會很顯示顯著對比 contrast 牠過去說 那你可能就有獵物出現 牠就跟著你來 所以牠跟著你的亮光 所以牠可能會把你當作獵物 這樣就好 就變成牠一個contrast 喜歡一個contrast 那牠剛剛講的有些蛇是怕到光是怎樣 因為牠對那個光的所謂的 所謂的虛質 threshold 非常低 所以牠一看到亮光 牠認為牠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牠變成是夜行性的 牠白天不出來 因為牠光對牠對來是不好的東西 牠喜歡去有クリプシス的地方 牠能夠找到牠的獵物 所以這個就是每個動物的對象 但是因為我知道牠是 我那時候本來想要做牠的 視網膜裡面 色血細胞的分布 可是一看到我那個 電森裡讀的時候 就不用做了 因為牠只有濾光而已 所以你再下去做的時候 都是白做的 就是知道牠就是濾光 一般來講 蛇都是 嘴色可以比較多 假如說 以僵口來講 因為牠都在 cannery下面 所以是比較困難的 牠不太會辨別色彩 這是我的經驗 那麼 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 就謝謝各位 今天大家來共享客戶知識 謝謝